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些人在这样左右活动的时候呢 可能会听到里面嘎嘎的响 说明你的颈椎可能已经有一些问题 这呢我们叫颈形颈椎病 是比较早期的一种颈椎病 你像再比较重一些的呢 还有一些神经根性颈椎病 椎动脉性颈椎病 胶感性颈椎病 还有脊髓性颈椎病 那么这四大类就是说 当然都是在前面这一个基础上 比如说颈尖酸控疼痛的基础上 像神经根性颈椎病呢 它常常伴有什么呢 就是上肢 它就不光是颈椎的问题 往往会带有上肢 你提东西没有力量 上肢无力 酸麻 或者是手指头的麻木 这样呢 就是说提示呢 就是这种颈椎病呢 往往会压的 已经压到神经 它这种颈椎病 一般是因为这个颈椎有骨质增生啊 曲度 变质啊等等 这样一些原因导致 像还有一种叫 椎动脉性颈椎病 这种颈椎病呢 它以血用为主 尤其是转头这样左右活动的时候呢 血用的症状呢会加重 像还有呢 叫胶感性神经病 胶感性神经病呢 这个症状呢 比较多 它是颈椎一样 像骨质啊 蜕变压迫到胶感神经引起的 常常表现为什么 像心慌 胸梦 憋气 头咽 野花耳鸣等等 一系列的症状 有点呢 像这个我们那个根结器综合症 这个呢 是胶感性颈椎病 还有在颈椎病里边 最严重的一型呢 叫脊髓型颈椎病 就是这种颈椎病呢 它往往就压迫到了脊髓 就是说 耸伤呢 比较严重 它最典型的表现呢 就是要双脚呢 我们叫 你走路的时候呢 有踩棉花的感觉 就像两个走路呢 发飘 就这两个脚踩在地上呢 就感觉 不是很踏实这种感觉 这种颈椎病呢 叫脊髓型颈椎病 一般呢 耸伤比较重 我们尤其是在治疗呀 预防之后呢 尤其要注意 如果一代手部流伤呢 可能会去造成什么瘫痪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颈椎病 一些常见的推拿方法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这个颈椎病的一些 推拿操作手法 主要用的手法呢 有点 揉 按 拿 弹拨 拱法 咬法 还有斑法 我们采取 像颈椎病呢 我们大体总结了一下 我就是一个采取一个点 灭 体 三则呢 想结合的一种一个方法 点呢 就是以点穴为主 以疏通经络 灭呢 就是大面积的这个肌肉放松 把脊部肌肉放松 体呢 就是以最后呢 以这个关节类 像摇啊 活动 拔伸 这样一个手法为主 下面呢 先看这个点 点呢 我们主要是点穴 点穴 像颈椎病 主要涉及到哪些穴位 像常用的穴位呢 第一 像风磁 设置在这个肌肉 这个隆起的肌肉 和侧面的这个肌肉 这两个肌肉呢 中间这个凹蟹 这是风磁 这个呢 就是大椎 大椎呢 在第七颈椎基凸下 第七颈椎 就是说 让它稍微一低头 然后呢 送着这个后面呢 摸 摸到这个最高的地方 这是第七颈椎 第七颈椎下面这个凹蟹 这叫大椎 大椎 因为第七颈椎呢 是这个颈椎里边 最大的一个椎体 所以我们叫它大椎 还有接颈 接颈呢 是在大椎 就是第七颈椎的基凸 和有接峰 接峰呢 是在这个尖这一块 就是送着这个接颈岗 这个骨头呢 外侧最高的地方 峰就是山峰的意思 是吧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联系的终点 这叫接颈 在这个位置 还有接中枢 接中枢呢 是在第七颈椎 就刚才说的 大椎穴的这个位置上 旁开两冲 接外枢呢 是在第一胸椎 旁开三冲 第一胸椎呢 就是在第七颈椎下面 第七颈椎摸到这个位置以后 再往下一个 这就是第一胸椎 那么旁开两冲和三冲 这个怎么来取呢 你想我们说的这个冲呀 它不是说在平常说的 就是说一冲啊两冲 咱平常理解的那个冲 这是我们一个 在学位里面很专业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三冲和两冲 怎么来取 你想极柱的正中间 到肩夹骨 外面有一个肩夹骨 这个肩夹骨的 这里面有一个内侧圆 这个两个这个位置 就是肩夹骨内侧圆这个位置 还有极柱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个呢我们是三冲 这是三冲 所以说你这个第一胸椎旁开三冲的话呢 早接第一胸椎 然后送着这个肩夹骨的内侧上来 这两个有一个交叉 这就是三冲 结外属 那么接中枢两冲的话呢 怎么走呢 你把这个三冲呢 封成三等方 然后三分之二的这个位置上 这就是接中枢 还有一个学位叫贴中 贴中呢 是在这个 这是接家岗 这块呢 有这个骨头 这叫接家岗 先走接接家岗 然后呢 接家下角 接家下角呢 就是说你这个 要活动的时候 你活动 活动这个肩膀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你摸摸这个地方 这叫接家下角 接家下角 走接接家下角 在走接接家岗 接家岗的终点 然后呢 这两个裂起来 接家岗的终点 和接家下角 这一条裂线 把这一条裂线呢 封成三等方 上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这是贴中穴 在这个位置上 一般情况下 你揉的时候呢 明显感觉到它有一个 凹穴 而且你这样一压了以后呢 它很疼 这是贴中 也就是我们这个颈椎病呢 常用的就是这几个穴位 我们点穴呢 是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 用这个 拇指的这个指头 指幅 这个位置 放在穴位上 放在穴位上以后 这个力量呢 不能太重 也不能太轻 以这个患者呢 能内受为度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力量点上去以后 既不能太重 也不能太轻 就是它自己感觉呢 正好合适 然后呢 给它一定的压力以后呢 一边揉 慢慢的揉 一边揉 一边点按 每一个穴位呢 一般在一分钟左右 从上到下开始 先封穴 然后呢 打锥 打锥 因为这些部位呢 是一些颈椎 颈椎病呢 就是说它一些重要的一些部位 打锥完了以后呢 接颈 按的时候 这个手啊 尽量的不要左右 就是这样滑动 是吧 就是吸定在这个部位上 这样一边点一边揉 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的目的 首先呢 就是让它放松 然后接中疏 你看刚揉外呢 这个皮肤就发红了 这个地方 然后接外缩 然后接外缩 最后贴中 那么这些学完点完以后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开始大面积的 就是把这个周围的肌肉呢 给它放松 放松呢 第一个 先用这个轻轻的一些拿揉 拿揉 就是说拿揉呢 你像这个 脖子这一块呢 我们 我刚才我还是说 就是用这个虎口 尽量的用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地方 不是说用这个指头来往前捏 捏的话呢 它可能会 比较难受一些 就是用虎口的这个力量 稍微抬一点头 好 稍微抬一点头 这样的话呢 稍微抬一点头的情况下呢 它这个颈部的肌肉呢 能放松一些 这样做三到五次 一般说呢 就是说这个 你像它 颈椎病呢 一般说很少 有说两边都不舒服的时候 一般呢 是一边重一边轻 那么它就是说 难受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多做几次 你像 这一边呢 它不是说很严重 那么我们就可以少做几次 揉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再找一个痛点 就是它特别痛的地方呢 给它做一个弹波 这个痛呢 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乱找 它有一些这个 耗发的部位 你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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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肌肉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找一个压痛 这个颈椎病呢 尤其是在这个五六七 这一个地方呢 它疼痛呀 压痛 这个比较多 而且在这个周围呢 找一个压痛 你找些这个压痛点以后呢 用拇指呢 把它按住 这样给它一定的 叫蝶穴 给它一定的力量 然后呢 你可以呢 你就是说 让患者呢 这样慢慢的这样活动 你这样 比如说左右 可以转 对 可以 对 慢一点 它这样一边活动的时候呢 你给它做一个轻轻的弹波 这样做一个轻轻的弹波 可以往后 前后 对这样活动 配合上活动 在一个比较疼痛明显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接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 就是人 好多人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肌肉也特别紧 特别容易捞手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 找一个 痛的地方 这样给它弹波 如果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患者呢 体型比较大 耐受力比较强 你感觉这个 拇指的力量达不到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轴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上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它那个痛点 然后轻轻的这样 尤其是有一些老鼠 比较时间长的病人呢 他这个地方呢 明显都感觉到 会听到一些 能感觉到 像我呢 我和患者呢 都能感觉到 这个肌肉下面呢 有这个挑索 就是弹波的时候呢 能明显感觉到 里面的一些 肌肉的一些弹响 这个弹波呢 你重点是 要了解这个 肌肉的这个走行 你比如说 肌肉是这样走的 肌肉是这个竖的 那么你弹的时候 就横着弹 肌肉是横着走的 那么你就竖着弹 就是和这个肌肉的走行呢 是垂直的一个方向 来进行波 这个手法做完以后呢 再就是做一些 像拿柔 主要是拿这个肩部 还有肩胛部 这两个部位 拿柔呢 也是 以这个虎口的力量为主 你比如说 这个两个手放在这 你这个四个指头 好多人拿的时候呢 为了省劲 他把这四个指头呢 这样抓 实际上这是 很不大舒服的 因为你这样一扣 尤其是这个地方 这样一抓的话呢 他很难受 这个我们叫缺棚 是吧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拿打 拿的时候 因为肌肉非常少 所以你做那个拿的手法 拿柔的时候呢 这个手法 这个指头呢 要尽量的往后放 不要往前 是吧 放在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呢 用你拇指的力量 拿起更多的肉 是吧 这个呢 就是你拿的肉越多 它越舒服 你拿的肉越少 它越疼 所以说呢 再尽量尽量的 拿起更多的肉 拿起来以后呢 停动3到5秒 然后放开 然后再拿 再松开 是吧 再拿 再松开 这是拿法 或者是拿柔呢 就是拿和肉一块做呢 就是这样 一边拿 一边揉 这个呢 重点就是把尖胛骨 就是尖胛骨两侧的肌肉 还有脊柱两旁的肌肉呢 给它放松 这个拿肉3到5次 然后呢 在这个脊柱的这两侧 就是我们叫夹鸡靴的这个位置上呢 再轻轻的做一些推肉 推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推呢 也是用拇指 用拇指为主 放在这个 这个脊柱的两旁 放在脊柱两旁 放在脊柱两旁 然后呢 有上往下 沿着这个脊柱 轻轻的往上推 这个力量也是 让患者呢 能承受 能承受维度 这个推呢 它不是插 是吧 一定要把皮下的肌肉呢 推起来 这个手法呢 它能促进这个血液呢 就是往上运行 最起码也推3到5次 推完了以后呢 再做一些轻轻的按揉 这个揉呢 像这个地方的揉啊 我们一般就用这个大鱼剂 或者是小鱼剂 或者是小鱼剂 这个地方来揉 也是难受的一侧呢 作为一个重点的按揉 像这个 不是平常不是很难受呢 也不是说一点就不动 也就是次数少一些 然后呢 再可以做一些轻弱的拱法 这个呢 就侧拱法 还有像后边这块呢 叫利拱法 你想这个侧拱法和利拱法的区别是什么呢 像侧拱法呢 适合于这个肩部 这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 从上到下 这是一个有弧度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侧拱呢 它的着力点是在这个小鱼剂这个地方 这样来做 这个拱法呢 相对来说 比较难做一些 这个拱法的要求呢 就是说 你是要这个肩部 是肩部的力量 带着这个手腕 这个腕是放松的 它是靠肩部的这样 它是摆动的 肩膀的这样摆 带着这个味的这样活动 你想它的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些条索 这样我拱的时候呢 这样就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在响 这个利拱法呢 它这个手里面是在这个 这个长背 在长背这一个地方 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呢 适合于后面 因为你这样拱的话 这个姿势很很不舒服 是吧 但是要踏趴着的话可以 像做的话呢 这样这样 这个力量不好用 所以一般用这个立着拱 就是用这个 这三个指头 这三个指头 这个关节 构成的这一个 这一个活动 这个呢 主要是拱这个 脊柱和阶甲骨中间的这一条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静脉的膀胱筋 这一条 这些放松的手法 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进入 就是最后一个叫体 我们叫点灭体 是吧 体呢 就是最后一些 就是摇动和活动类 活动关节类的一些手法 这个手法呢 第一个呢 可以叫撑 就是把它这个 关节肌肉呢 拔伸 就是把这个 关节给它 稍微轻轻的拔一拔 这个拔伸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 要用这个 左手的话呢 这样 用这两个指头 放在在钢尺的 那个风磁穴的 那个位置上 固定住 然后呢 用右手 放在它下颌的这个位置上 你这个左手呢 给它后面一个 就是说让它 压住它 给它一个固定的力量 然后呢 轻轻的 这样往上拔 这个拔呢 也是不要说用 太猛的力量 这样突然 用爆发力 轻轻的力量 这个力量 一点一点的 给它做一个轻轻的拔伸 拔伸呢 也是放起来以后 停动三等五秒 然后放松 然后呢 再做 像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呢 我们就是说 在以上的手法基础上呢 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点穴 这个点穴呢 主要是点穴穴穴 就是你这个拇指 和食指和中指呢 放在这个穴穴穴的两侧 这样压住 压住 压住以后呢 其实这个不用说 你自己给它多大的力 你就可以让你往后仰 好 往后使劲 好 你看 你能承受多少的力量 你就往后使多大的力量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也很省劲 你就给它一个 按在这两个穴位上呢 给它一个力量就行 然后呢 让它 仰 后仰 给你一个相对抗的力量 这样的话呢 就给 点这个穴穴 好多人点完了以后 你想点一分钟 你想我的话 可能能持续三分钟左右 一般就是说一到三分钟 然后呢放开 放开以后 歇一会儿 几秒钟以后 再点第二次 这样 反复点三到五次以后 它就感觉这个 马上这个头脑呢 就感觉非常的清亮 有的人呢 就点完了以后 说什么感觉呢 就说我这个两个眼睛 马上就亮了很多 这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它这个供血 就是这个点穴以后呢 就把这个供血 马上就改善了 所以说它 不光是颈部的症状 也能改善 就是平时这个头部的症状 我们这个风磁血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血位 就是能够治疗一切的 头灭五官疾病 什么野啊耳 还有这个鼻等等 这些就是说都可以叠这个血位 像平时感冒呀 一个感冒头疼啊 也可以叠 叠完了非常好 疼到非常的清楚了就 或者平时你工作疲劳的时候 也可以 如果你自己没有别人的话 怎么办呢 这样也可以 用两个拇指 放在这个穴位上 这样也可以 然后往后仰 这样也行 对吧 当然有别人的话给你帮一下 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关于颈椎病的这个推拿手法呢 就大概介绍到这儿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 三种就是断裂颈椎的一些功法 这个呢 就是大家平时就是说没有时间推拿的时候呢 单独的就是说能坚持断裂这几种操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好 最后呢 我给大家介绍几种颈椎病的一些常见的运动功法 这样的话呢 你经过治疗以后 再配上功法的锻炼呢 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复发 这样的话呢 我就给大家学几种比较常见的和简单的 第一个呢 叫缩颈弓 缩呢就是收缩的缩 颈呢就是脖子 缩颈 这个功法呢 也就是坐和站都可以 是吧 这就是说这个体位不会要求太多 这个缩颈弓的要领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脖子 往前伸 肩膀 往里收 肩膀往里收 这样 收回来以后呢 这个要停动三等五秒 不能做的太快慢一点 放松 再放松 再放松 这样 这个呢就是说要求你这个动作呢 收回来以后再放松一下 收回来以后呢 放松一下 这样做 这个呢主要是 就是后颈部和肩部 这个所有的肌穷呢 它有一个提拉和收缩和放松 凑近血液循环 还有一个动作呢 叫展翅弓 就像这个大棚展翅一样 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食指交叉 交叉以后 放在什么 脖子的后面 放在脖子后面 然后呢 往里收 你脖子 这个脖子呢 头往后领 头往后使劲 和这个手呢 它有一个对抗 这个有一个对抗的力量 然后呢 往里合 你最好是能合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这两个轴 能合到一块的 这个说明你这个肩部啊 肩部的这个功能 基本上没有障碍 是吧 然后合回了以后呢 再往外展 是吧 往外展的要求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后面要有一堵墙的话 你这两个 两个轴呢 贴到墙那块 贴到墙那块 然后合 展 合 展 展 合 展 啊 这个动作呢 也是要慢一点 要柔和一点 它的要求呢 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手和脖子 它有一个对抗的力量 再一个呢就是说 要合呢 尽量的合到位 展呢 尽量的展开 这个到位的标准是什么 前面呢 对到一块 后面呢 贴上墙 这是展翅弓 啊 还有个呢 叫看戏弓 看戏呢 就是说 我们叫十点十峰 隔墙看戏 啊 看戏 就是说 你这样 啊 因为看戏的话 你得 把头往上伸 不能低着头看 啊 而且呢 前面好像还有一堵墙一样的 你得越过墙 啊 所以说你那个脚尖呢 稍微往起一垫 啊 脖子呢 对 脖子往后 往上一看 然后呢 胳膊伸开 啊 胳膊伸开 这样 啊 这个动作呢 还不到位 啊 这个实际上 这是我们那个钟表的什么 九点一刻 就平的时候 这边是九点 这边是一刻 为什么有十点十峰呢 再往上 上一个杆 啊 这个动作 啊 然后 这样 啊 歇平 这样 啊 对 啊 这个呢也是 像这个动作呢 它不光是对这个颈椎 啊 对整个脊柱啊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啊 还有个功法呢 啊 这个更简单 是吧 也不需要任何器材 你只要找一面墙 啊 只要找一面墙 啊 就可以了 叫东墙弓 是吧 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啊 找这个墙 东墙弓的要领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脚尖 和这个膝盖 还有下颌 这三个点 啊 下颌 膝盖 脚尖 这三个点呢 在一条线上都贴着墙 不能离开墙 然后呢 两个手呢自然放松 放在身后面 慢慢的 这样往下动 啊 这样往下动 一直动到底 啊 然后起来啊 啊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如果说你动不下 一般动不下去 啊 你可以抓着点动 抓着点啊 啊 经过几次一周以后 啊 或者上几次以后呢 你能动下去了 啊 这个动作呢 就是对整个集中呢 它有一个切拉 啊 就是说你不光颈椎啊 胸椎 腰椎啊 它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啊 那好 如果你能把这些功法呢 挑选其中的两项 啊 或者是一项 啊 劫持锻炼的话呢 尤其是最后这一项 啊 能劫持锻炼的话呢 啊 这样的话 你就是你这个 能减少你以后 就是脊柱疾病 发生的这个几率 啊 那么到现在 呃 我们就是把颈椎病的一个病因 啊 以及推拿手法 还有一些呢 锻炼的方法呢 给大家做了介绍 呃 这样的话呢 呃 就是说 颈椎病呢 实际上这个病啊 是非常难以 就是难以绝育的 它特别容易反复 啊 所以说呢 广告治疗呢 平时啊 还是不行的啊 一定要就是说 坚持锻炼啊 啊 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你的颈椎呢 永远保持一种 很好的一种状态